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还是继续来给您介绍各种鱼的不同的吃法 那么今天的这个两道菜呢 有一道是广东菜 也就是说用这个豆豉和辣椒蒸出来的 我们叫它叫它是这个丝椒蒸鱼球 那么这个鱼球也好 鱼片也好 通常呢切得厚一点 就可以叫它是鱼球了 那么其实在这个刀片的中间切上两道 那么蒸好的时候呢 就会能够拱起来的 不过是鱼呢是很容易熟 那么你如果切得这个稍微厚一点 也不一定要画这个刀口在上面 再另外一道呢 是属于这个西餐的风味 这是我在另外就是这里的一道 一家有名的西餐馆这里吃到的 那么我觉得它可以改成家常 也就是把西餐的风味 改成我们中国式的这个味道来吃 那么西餐呢大家都晓得 它是一个人一份 所以呢鱼呢就是切的一片有三两多 那么我们可以看家里的人数的多少 把它做两片或者是三片 那么然后上桌的时候呢 给它用一个大一点的碟子装起来 这样子呢就变成这个中式了 那么这种的是用这个比较多一点的酒 就要用酒来靠出来的这种纸包的鱼 纸包的鱼呢通常都是用这个铝箔纸来包 那么我现在呢就要开始来示范这两道了 请注意看一下 好 今天呢买到的这个鱼呢是一块这个鱼 任何鱼是白颜色的鱼肉的鱼都可以拿来做 好比说鲮鱼啦 免鱼啦 有的时候是这个马甲鱼或者是石斑鱼的鱼肉都可以的 那么今天买到的正好是在菜场里看到这么一块鱼 在切着卖 那么我就买了这么一段来 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给它这个 可以做成这个四份 从这个旁边把它顺着这个大骨头 把这个鱼肉呢就给它切下来 片下来 这个工作你也可以请卖鱼的帮你做 这个因为用纸包的一大片一大片的 所以要这样子切 那么鱼皮呢可以带着 鱼皮呢比较有营养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鱼皮呢就带着 那么今天我刚才说过我们做两份两包啊 两包本来的西餐呢就是一个人一份的话呢 是两个人吃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这个两包一起烤好了 给它放在盘子里 等于说是中国菜的这个四个人份 好就这样子把这个鱼提下来这个骨头 鱼呢不但是鱼肉白 而且呢它比较嫩 油分也比较多啊 很多人买了就回去煎一煎啦 或者是蒸一蒸的 鱼现在蛮多 都是属于冷冻 但是没有关系啊 好了把这个骨头都给它拿干净了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呢 就把它这样子片开来 从中间啊 这样子本来是算一个人份的 好了把这个鱼肉呢都给它放在这个盘子里头 然后呢给它腌一下 这个腌的时候呢 要放的就是少许的胡椒粉 胡椒粉 还有呢就是盐巴 不要太多 因为这上面还有料啊 等一下包的时候还用料包 好就这样子就好了 那么现在呢就要开始呢就切它的这个料 这个料呢我们这个 包括的就是说有这个 胡萝卜 芹菜 还有新鲜的香菇 和这个 一点这个葱丝 这个葱呢 给它切成细丝 然后呢就给它这个炒一下啊 这些料都要炒 对等一下吃的时候上面还有一个焦头 也就是汁 他们所谓的sauce啊 那个呢是最后来做 现在要烤这个鱼 鱼本身呢就要包一些这个佐料在里面 好这个是葱 这里呢是胡萝卜 多少没有关系啊 每样东西有个差不多三分之一杯 如果是今天包两份啊 差不多有这个不到半杯的这个料就够了 每样都有一点就好了 都把它切成细丝 好 再下来这里就是芹菜 我今天呢这里呢用的是这个葱丝啊 也可以用红葱头 可以用红葱头来这个 来代替这个葱 主要是要让它有香味 在西餐里面呢用的叫做saret 它是一种小小的小洋葱头 他们拿来代替这个中国的葱来做菜 这里呢是三朵这个羊菇 新鲜的羊菇也可以今天买到的这个是香菇啊 用那个新鲜的这个羊菇切的片也可以用 但是香菇呢我觉得比较比这个羊菇还要好一点 所以今天我买来的呢这个是新鲜的这个香菇 这个香菇呢给它切成这个短短的这种丝 所以先把它破开来啊破开来 好了就这几样东西把它炒一炒 这个炒一炒这个是跟那个鱼得一起来烤的这个料 现在锅子里头呢放油 先把这个炒好 这个油呢你可以用沙拉油 也可以用把它油都可以 等一下这个纸上呢还要刷上一点油 所以别忘了 好现在油热了 油热了呢就把这个葱下锅给它炒香 好这里是香菇啊就是新鲜香菇 芹菜 胡萝卜丝都下锅来炒 这里面的调味的东西呢很简单 就是盐和少许的胡椒粉就好了 这里是胡椒粉 好 那么现在就开始要包 那么包的时候呢是用的是铝箔纸 好这个铝箔纸 要给它差不多用到这个 30公分 也就是一尺 一尺的大小 一尺四方 这一块破了 破了得不要用 好 用一个小刷子 刷上一点油 那么就把刚才的这个 做好的这个料 我们今天呢做两包 所以这个料呢就分成两份 然后呢就把鱼片放上来 好 然后记得在上面要淋上一点酒 再放两片这个香菜片 在上面做点缀 好了 就这样子给它包起来 然后呢从这个边上呢 就开始折角 这个角呢就是这样子 往前面一点点 一点点折过来就好 好 就这样子包就好了啊 那么给它放到烤箱里 另外一包呢也是一样的方法 一样的包法 一定要涂上油 好 把这个炒好的这个料 给它放在上头 然后呢再把这两片鱼 相对的给它放上来 好 少许的酒淋一下 香菜是作为点缀啊 作为点缀也有这个香味出来 好 打对角的包啊 然后呢把这个头 这个边啊就是这样子 像做咖喱角一样的 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往中间 让它一个成为一个半圆形的 一个包包啊 好了 那么这两包呢包好了的 就可以放到烤箱里烤了 这个烤箱呢 上下火都要 上下火都要 然后把这个 你有烤盘放在烤盘里烤也可以 比较慢 直接地给它放在这个烤架上去烤 只要你包得很紧 没有破 不会漏 这样子就直接地用烤这个架上面来烤就好了 这样子烤差不多20分钟 15分钟到20分钟 好 我们等一下就再继续做这个往上面浇的这个浇汁 好 下面呢就开始做这个石胶蒸鱼球 石胶鱼球了 那么我一开始也讲过 任何种这个白颜色的鱼肉都可以拿来做的 今天这块鱼呢 它是石斑鱼的鱼肉 很新鲜的 那么有的时候呢 你可以买得到很大的这种 麻家鱼 切了再卖 或者是有的买一条马头鱼 自己来去了骨头也可以 那么当然这个鱼肉越新鲜 吃起来越嫩 最近呢 菜场里头也有很多青衣 大的青衣 也在去了皮 去了骨头呢 剔出这种肉来再卖 那蒸出来是非常的细嫩 很好吃的 那么石胶蒸的东西 不一定是鱼 因为现在呢 我们一直在做这个鱼的系列 所以今天呢 就给您做这个石胶蒸鱼球了 那么我记得以前在节目里头 做广东菜的系列的时候呢 介绍过石胶排骨 石胶排骨呢 在这个茶楼 吃这个饮茶的时候 它一小碟里头 放的这个石胶排骨 不过呢 那个口味呢 比较淡 不能当做一个菜 今天呢 我们这个 做这个石胶这个鱼球呢 可以调味的稍微咸一点 那么你可以把它当做一道菜来吃 这个鱼球呢 已经这片鱼呢 已经去了皮 去了骨头 换句话说 它完全是鱼肉了 那么切起来呢 就很方便切 我刚才说 我们可以切成球 也可以切成这个片 那么这个 切的时候 我们今天如果是说 这个薄的地方 这样子给它切 这个就叫做片 如果是想切成这个球 你就给它先切个几刀 有刀口 然后呢 有了刀口以后呢 你再给它片开来 等到熟了的时候呢 它会拱起来 就变成个球状 所以到底你是想做这个球呢 还是想做这个鱼皮 切这个鱼片呢 就看你自己的这个鱼的 这个形状 太薄的鱼呢 不太容易切成这个球 所以厚一点的 今天这个鱼肉很厚 那么斜的 就可以给它切 三刀开开的 好 就这样子切了 这个多少也是随意 你可以买六两 也可以买半斤 这个鱼肉的多少呢 你要蒸多少 就看情况好了 好 现在呢 就把这个呢 用太白粉呢 来把它拌起来 这个是 这个是太白粉 好 现在呢 就把这个太白粉呢 跟这个鱼球呢 好好的抓一抓 抓一抓 另外呢 就是要做那个 丝椒的汁 来拌的上头 这个丝椒汁呢 里面呢 包括了有这个豆豉 豆豉呢 不要太多 半汤匙到一汤匙啊 太多了 太黑了 不好看 那么把它稍微 用刀子给它切一切 如果太干 太硬的 你可以把它这个 先泡一会儿 泡个十分钟以后呢 再来用 也可以 好 这个是豆豉 另外呢 就是要用的 有红辣椒 这个红辣椒呢 并不是要它真正要辣 只是为了让它有个红的颜色 所以呢 所用的呢 也并不是太多 那么这种大汁的 你用半汁呢 也就够了 把里面的纸呢 给它拿干净 然后呢 把它切成小小的 这个碎的片 小片啊 好 那么这个呢 等一下要用 还有呢 就是大蒜 大蒜呢 把它这个拍碎 拍碎了 差不多有个 拍碎切碎 有个一汤匙也就够了 大蒜削啊 好 这样子 那么三样东西之外呢 还有就是 做好了的时候 要淋的时候呢 淋油的时候呢 需要葱花 这个葱花呢 多用一点这个绿的地方 这个多少也无所谓啊 一汤匙到两汤匙 这个也是随意 这个呢 要先把它这个 装起来啊 装起来 这个是最后才用的 现在并不下锅啊 好了 用一汤匙的油呢 把这几样东西炒一下 这个 所谓要炒的呢 包括了这个 豆豉 和大蒜 这里是刚才切的 这个豆豉 煸炒一下 让这个豆豉的香味出来啊 好 然后呢 把这个大蒜末也放下来 好 这个时候呢 要给它淋一点酒 淋酒 这个是酱油 不要太多 少许的盐巴啊 或者是不要也没有关系 这里是糖 这里是糖 而蒸这个鱼用的 糖少一点 不要太多 好了 那么你也可以放少许的 这个胡椒粉 就把这个炒好的这个 拿来放在这里面来拌 鱼不可以下锅啊 就是给它拿出来 放在这个碗里面 就跟这个 刚好 刚刚拌好了这个 太白粉的这个鱼片 鱼球 一起给它 再拌匀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把最后的这个 红辣椒末 撒在上头 这里是红辣椒末 撒在上头 就可以上锅来蒸 大火蒸 差不多 六分钟 五六分钟就熟了 熟不熟 你可以打开来看看 可以打开来看看 那么这个 今天呢 是用的是这个鱼 切了片 或者是切了球 你也可以整条的鱼来蒸 撕椒蒸鱼 像湖南馆子的撕椒蒸鱼呢 我想大家都吃过啊 因为湖南呢 不用海鱼 多半呢 都是用的这个草鱼啦 鲤鱼啦 或者是其他的淡水的鱼来蒸 那么整条的 或者是蒸一段都可以 看人数的多少来决定 那么广东的这种 蒸鱼球是 讲起来是算是 比较讲究一点的 所以呢 提了骨头 提了这个皮 完全用这个白颜色的这个鱼肉 那么这个鱼肉呢 一开始讲过的 就是这样白颜色的鱼的肉 不管是淡水鱼 海里的鱼都可以 现在呢 菜场里头有很多鱼 比较大一点的 它都是给你切开来 或者提了骨头 提了皮在那儿卖 那么主要呢 就是拿来做草鱼球 拿来炒 或者是拿来做这个根 会的时候也要用得到 就是很方便了 超级市场里头 有的时候也是装在盒子里头 这样子给你弄得很干净 那么我们拿回来 那就很方便 以前呢 都是买一条鱼 自己要去骨头 如果是买小一点的鱼 你就要自己去骨头了 那么小一点的鱼呢 做出来的这个形状不太整齐 有头有尾的 就算是去掉了骨头呢 切起来形状也都是 没有办法完全一样的方块 或者是方片 都有头 有尖角的 也有圆形的 但是自己家里吃 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所以 只要是白颜色的鱼肉呢 你都可以拿来做 下面呢 我就要做这个 第一道菜 就是这个用酒烤的 这个纸包鱼的 那个上面的胶汁 也就是sauce 好 那么 要用的酒 是水果酒 今天呢 我买到的这个是 红的葡萄酒 红葡萄酒 也有白葡萄酒 也可以用 那么另外呢 需要半杯的这个高汤 再呢 就是需要一点这个 洋葱 或者是这个 小的这个红葱 把它拿来炒香 这个sauce呢 你可以早一点做好 那么早一点做好 等到这个 鱼烤好了呢 就可以用了 只要不是冷掉 不是冷掉 就可以用 好 好 现在呢 用这个 两汤匙的油 来把这个 红葱 头炒一下 那么这里呢 我今天倒是买了 这个 炒好的 也就是油炸过的 红葱酥 来代替 来用 好 就这样子 再给它煸炒一下 让它有香味了 让它有香味了 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酒呢 都倒下来 除了这个酒以外 还要一点这个高汤 没有高汤呢 你就用水 或者是用这个 鱼的骨头 去凹的 这个 煮出来的鱼汤 那是最好 那么这个呢 就要给它煮的时间 稍微久一点 煮的久一点 这个西餐里头的 这个sauce 所谓的这个sauce 就是焦头啊 都是用很长的时间 来给它做的 好了 这里是盐巴 这里是胡椒粉 就这样子 多给它炒一下 现在呢 时间不太够了 不太够了 本来呢 这样子用小小的火 要给它这个 煮个四分钟 五分钟 最后呢 再加这个 白铁油 奶油 让它有这个 特别的一种香气 那么你如果是 能够煮个四分 五分钟的时候呢 这个汁呢 就很浓很稠啊 浓浓的 果果的样子 好 现在呢 时间不够了 所以我就 不给它再继续 我们有一个 就是比较补充的 办法 那么 时间来不及了 就没有办法煮那么久的话 你可以稍微给它淋一点点 调水的太白粉 或者是面粉 让它有一点糊 黏黏的状 那么这个呢 现在呢 就要给它这个倒出来 锅滤一下 这里呢 是一个锅滤的网汁 锅滤的网汁 就把这个汁呢 给它锅滤出来 这个就是 这个酒做出来的 这个 sauce 好了 现在我们的这个 烤的鱼呢 也好了 我要拿出来了 很香啊 好 那么就用 给它放到碟子里头 我们是 今天是这个中式的吃法 所以就给它这个 如果是西式的 一个人一个的话 一个人一个的话 你就 一个人一盘 就不必要这个 给它倒出来了 那么中式的呢 就需要给它这个 倒出来 好 同时呢 把这个汁啊 把这个汁呢 给它淋在上头 很香 有酒香味 有烤出来的 这种香味道 好 另外一道菜呢 也好了 那么另外一道菜呢 就起锅的时候 要给它 做一个汁啊 这个不是汁 就是油 要淋一点热油 这个蒸好了以后呢 不必要放盘子 不必要放盘子 就把你这个 切好的这个葱花 给它 撒在上头 同时呢 把这个油啊 一汤匙的油 给它 烧得热热的 滚滚的 把这个热油啊 烧热了以后呢 就给它 浇在上头 好 浇上去 那么这个倒呢 也就好了 这个鱼球呢 也就很好吃 今天给你介绍的 一道广东菜 一道西餐 也都是用鱼肉来做的 希望你喜欢啊 我们下一周 统一时间再见